哎呀 你弟吧 已经走了两天了 还有五天 也不知道这俩人啊 在外边过得怎么样 你还有心思惦记他们呢 我看你自己过得也挺美啊 还请人李叔吃饭 你请就请班请李尚干嘛呀 还非得让我陪着 你要想请人吃饭 你出去吃也行 还自己在家做 这你就不懂了吧 自己在家做 才能表示咱们心诚 只要现在一般关系在外面吃 像这种的就得在家里头 你明白没有 我不明白 那你们现在是什么关系啊 你干嘛非得请人吃饭呀 有件事我一直没敢跟您说 什么事 我原来吧 我觉得 算了 这过去就不说了 后来觉得吧 说了 不说又不太合适 然后吧 什么事啊 什么事啊 我又觉得吧 这事好像不坦白一下也好像不太 行了吧 没事你说吧 那个 你到底什么事啊 说吧 你这么看我敢说吗 你行了 你快点说吧 这你弟结婚的时候 不是差了尾款两万块钱吗 然后就是礼尚给的 妈 你疯了吧 你 你收人钱呀 人家非给不可 非给你怎么能就要呢 他不是喜欢你吗 他越喜欢我 你越不能要啊 那你能让你去表达呀 让人家释放吗 要不孩子多憋屈呀 他就不知道怎么 他不憋屈 现在我憋屈啦 你憋屈啥呀 咱今天吃饭了 咱就把那钱要还不就完了吗 你还什么钱啊 你赶紧把钱还给人家 还 妈 这不取了两万块钱吗 你真还啊 真还啊 得了吧 我还不了解你 否则你跟人说 我把钱还给你 人家说不用了 不用了 你就真给咪了 这次妈把钱给你 你还 而且我跟你说呀 你爸这次让我刮目相看 别的方便不说了 他很厚道 他明知道 一上把钱给了我 他又割了我两万块钱 我先刷份了 所以我现在必须 把钱还给人家 你还啊 来 妈把钱给你 你贴我吧 你贴我吧 不不不 你 我拿是吧 吃饭的时候你再给 现在觉得我爸好了吧 那你这跟李叔叔 这又什么关系啊 这什么呀 我跟你说啊 你自己个人的问题 也是我们全家的问题 你管着我们 我们也得管着你 我们要是没有一个人点头 你就不能胡来 你说你刚离婚 学人找什么男朋友啊 谁是谁 说谁胡来 说我胡来 今天真是太不容易了啊 大家都有空 能够聚在一起 行 那个来 咱们先开一杯啊 好 你说有些事啊 真是就 真是想不出来的巧 你说你怎么就跟你李叔 就住到一个小区去了呢 这样 李尚啊 以后李叔这有什么事 你就多关照点啊 您 您放心吧 我一定会 我们互相照顾 他平时很帮我的 对 真是缘分啊 我 我真的觉得咱们特别有缘分 您看 您跟李叔叔的缘分 李叔叔和我的缘分 我 和金娜的缘分 你们俩缘分最大 来吧 吃吧 那个 李艳 上次咱们在那个饭店 吃一种鱼 你说特别好吃 我回来我就试着 照他那个样做 也不知道合不合适 你尝尝 看着就很好吃 是吗 你尝尝尝尝 尝尝 这个 真的太好吃了 是不是 尤其配上这个酒 绝对是米其林籍的这个餐厅 您是不是隐藏了大厨的人分啊 你说难怪我这么喜欢 这个李上的孩子啊 就是特别会说话 嘴特别甜 关键人那会说话吧 还让你感觉特别真诚 特别实在 这点都不须 这真好吃 真好吃 你再尝尝我这鱼 好 那个 你照顾那李尚 我我我照顾那李叔叔 来 吃吧 好 对了 李尚 来 来 这个 干吗呀 我递婚礼的时候 你帮我们垫付的钱 对吧 妈 对 就是你 那个 那个尾款 你不给耍卡了吗 别 别 别跟我这么见外啊 不是 这不是见外 这个 是这样的 李尚 我们金娜是一个 特别有原则 一眼九鼎的人 她说这个给你 就 你就得要着 阿姨 给金波结婚用的 行 好说 我们绝对不能收的 你看 吃饭吧 她说什么就试什么 你好 怎么就买了一朵呀 一见钟情嘛 你坐吧 我叫王轩文 我叫孙文娟 我今年三十五了 咱俩一边大 挺巧的啊 我家还有弟弟 在外里打通 我还有个哥哥 文娟 我是这么认为的 咱俩能不能奔着结婚去 你该怎么样 真的 太好了 热吧 我给杉杉 还行吧 不热 你送送我呀 就那么不情愿啊 你是真的喜欢我吗 我表现得还不够明显吗 跟你说件事吧 我相信这件事情 我妈一定不会告诉你的 其实我结过婚 怀过孕 留过产 而且那次的流产手术 对我身体伤害很大 对于未来 是不是再婚 再有孩子 我都有很大的心理意义 你跟我说一些干嘛呀 我说这些就想告诉你 其实我们不合适 不要再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你这么年轻 又帅又有钱 事业又好 什么样的女孩找不到 你还真说对了 我是真的找不到好女孩 你知道吗 我之前有两个女朋友 不是我认她们当女朋友 是她们都喜欢我 一起追我 那然后就整天你孙我 我整你的 但我觉得特别烦 就把她们俩全甩了 甩了以后呢 就连跟你喝酒的人 你也没有了 结果我就只能去酒吧 跟人拼酒了 再结果就认识你了 你也是够无聊的 对我 我确实特别无聊 你坐这儿 我跟你妈妈说 这小徐 就觉得特别舒服啊 刚才说 我那两个女朋友 但其实 我从十几岁的时候 就开始交女朋友了 要细算的话 再加上你 十七八个总有了 别加上我 不算你也有十五六个了 而且有过深层自了解的 怎么有一半了吧 所以咱们俩呢 就是半斤半两 因为我估计 你也就跟你前夫 有过深层自的了解 对吧 我 我的意思是 只要你不嫌弃我 我就不会嫌弃你 而且你要做我女朋友了 我保证 改邪归正 以后再也不碰别的女朋友 你的脸皮是铁打的吗 说这些话 脸不红心不挑的 哎 我跟我喜欢的女孩表白 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 金娜 我喜欢你 金娜 我喜欢你 我要你做我女朋友 金娜 我就送你到这儿了 拜拜 你怎么就走了呢 我说错什么了 又生气了 怎么又想起上你爸这儿来了 为了躲我妈呗 你妈怎么了 我妈今天在家庆里上吃饭 非得要撮合我们 我真是想找个地洞钻进去 这个总的来说 我觉得李尚这孩子还是不错的 可是李尚啊 现在跟李叔叔是住一块的 我妈一请李尚 就把李叔叔也请来了 真的啊 听他啊 我 我 闺女 这就咱俩人 一跟爸说实话 你妈和 那个姓李的 他们俩到底到哪一步了 都到贪婚论嫁了 你真有点悬 怎 怎么悬啊 你不知道我妈最近的变化 又让我带她出去买衣服 又让我带她出去做头发 还敷上面膜了 说你妈这个人 她说我 她有什么司格呀 我 说你们吃饭呢 我是对门的 好 文娟让我过来借点酱油 你 你是 我是文娟的男朋友 学文 干嘛呢 这酱油怎么还没借了呢 又聊上了 我给你们正式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单位的同事 老金 你好 这位是他的女儿金娜 这位是我的男朋友 他叫王学文 王学文先生 幸会啊 饿了吧 再回去吃饭吧 好吗 好 那你们慢用 慢用 好 拜拜 走吧 吃饿了吧 又出这么多汗呢 嗯 干嘛呢 怎么不关本呀 真的假的 什么情况 借什么酱油啊 找茬炫呢 这也好 那他就不会再缠着你了 对 哎呀 庆祝一下啊 哈哈哈哈 妈 你怎么还不睡啊 哎呀 我跟你说两句话 我能睡吗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吗 嗯 把钱还给礼商之后 他跟你说什么了 他跟我说您太客气了 就说这个 哎呀 我觉得今天这事做得 特别好 特别对 特别漂亮 咱 不能让人觉得咱是 爱财的人 谈小便宜 你跟他在这种时候 又得表现你特别 清高精实 所以就得拿着那个劲儿 真的跟我说 他跟你说什么呢 不可能就说这么两句话呀 他说他交过十七八个女朋友 从小开始谈恋爱 十七八个 别跟我瞎闹 真的 他自己说的 对呀 你不信 你问他去 不可能啊 这真有这事 人也不能 主动说呀 他真这么说的 我也跟他说了 离过婚 留产过 以后也不一定再能怀上了 让他对我死的这条心 你真这么说的 真这么说的 你气我是不是 没有啊 你说离婚我还可以理解 这种事反正早晚人家也能知道 怎么还能把流产的事跟人家说呢 我就不想让他再对我有想法嘛 你也别再对这事有想法了啊 我睡了 我明天一大早还上班呢 他真是瞎说呢 谁傻了才能把这种事往外说呢 还没睡呢 没呢 我也没睡呢 是吧 刚把邪文送走 邪文对我挺好的 你看到了吧 看见了 那个 那个从 从你们男人的角度上来看 你觉得邪文对我怎么样啊 就见过一面 真不太了解 不好说 是啊 反正男人都一样 嫁给谁不是嫁啊 赶快痛痛快快把自己嫁出去得了 小孙 你干吗那么着急把自个儿嫁出去啊 这不是正合你意吗 我要嫁出去 你不是心里就踏实了吗 咱们俩不可能有什么瓜葛 你为什么要害我 你告诉我 我求求你你告诉我行吗 就算我不和花枝叫在一起 我也不会跟你在一块儿 你不是真正在的 我是小孙 你不可以 你捏个什么 你不用了 你可以 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 行 老金 你不给我开门是吧 我结婚 我跟他结婚 我要让你后悔 我要让你后悔一辈子 后悔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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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您好 请问李尚是你们老板吗 对 您找他 我找他有点事 在那边 这个车呀 不管开在什么样的路边上 屋里平地非常的安全 而且连美国总统 都是坐我们这个牌子的车 真的 特别安全 您就放心吧 这样 那你们到那边去看看 是 华姨 嗯 等我一下啊 哎 那你带他们去那边看看 这边好 您怎么来了 金娜娜 我自己来的 你 是这样 你现在方便吗 我想找你说点事 当然了 走 去我们办公室坐 不了不了不了 我看就坐在那儿说吧 好吧 在这儿啊 可以啊可以啊 那坐吧 小唐 倒两杯咖啡啊 不用了我也不会喝 不用 别别别 不会不会 您怎么找到这儿的 你上次不是跟我说了吗 说这个店 我跟金娜昨天晚上聊到你了 她说她跟你说了她离婚的事 这件事啊 你也有点抱歉 我没跟你说 也没合适的机会 没事 但是既然说的这个事呢 我就简单地跟你讲两句啊 金娜那段婚姻呢 这个 不愿她 是我给搅黄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看不上那小子 没出息 没有责任心 没有事业心 还有啊 现在这年轻人 离了接了也挺正常的 对对对 你不介意吧 不会 阿姨我没事的 但我今天来 主要想跟你说 说这个 十七八个是怎么回事啊 什么十七八个 女朋友 你不跟金娜说 你 你曾经出过十七八个女朋友吗 阿姨我 阿姨我开玩笑的 您听我说 因为金娜她跟我说她离婚了 她怕我有压力 然后我是怕她会担心 觉得我介意为了找平衡感 我才告诉她 我交了十七八个女朋友 根本就没那么多 开玩笑的 对啊 怎么可能 我不是那个人呢 这种玩笑能随便开吗 我是真心喜欢金娜的 我希望对她好 只是 她一直不愿意给我机会 但是 以后像这种话不能随便说 你知道 你 金娜她生气了 你说呢 华姨那您得 你得跟她说我不是那样的人啊 我真的是开玩笑的 我为什么今天亲自来呀 我就是觉得你这小伙子好 我想帮你一把 但是你自己得加油啊 不要再犯这种低级的错误 另外金娜呢 你放心 有我呢 你尽量多跟她接触 好好表现 好不好 妈 你干嘛要让李上去接我弟啊 她自己主动要去的 再说不是给你爷省点事吗 你就不用跑了 花姐 我知道你喜欢她 可我真的不喜欢她 娜娜 我就真不明白 你为啥就不喜欢她 你说人家那条件多好啊 对你又那么好 你上哪儿找这样的 你说喜欢一个人 跟她条件有什么关系啊 怎么没关系啊 行了行了 我不跟你说了 咱俩在婚姻上的认知 有极大的不同 有什么不同啊 我找你爸 行了别提这茬了 娜娜 把这个端上去 把白糖撒上 好吧 快点吧 人家都快进屋了 快点快点 快 来 来嘞 我说你们俩有点过分了啊 真帮我当司机了是吧 都坐后面啊 不是 这也得原谅我们 我们这不是刚结婚吗 李总啊 李总啊 你这车还真不错啊 宽敞坐着就舒服 比起我爸那车 可强太多了 真是的 那当然了 你也不看是谁的车 看着全景天窗 你是不是傻啊 还叫什么李总 叫姐夫 是吧姐夫 朱莉啊 就是会说话啊 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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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不喜欢啊 喜欢我就送你一台 你说真的 只要你帮我搞定你写 我4S店里的车 随便你挑 我送你 谢谢姐夫 谢谢姐夫 好 你看见没有 娜娜 八个菜 就这么快就弄出来 花姐 李总 贝克 哎呀 想死他 想死他 那姐帮我拿的 哎呀 沉死我了 妈 买这么多东西啊 都是给你们的礼物 就是啊 特别便宜 免税的 做了这么多好吃的啊 妈我在国外的时候 就耗着一口 想死我了 那个李总 谢谢啊 没没事 我待会儿不去接她吧 怕她们没有打车 再回来 没有 没有 打车前是有的 赶紧吃饭吧 快快快吃饭 饿死我了 赶紧吃饭 来 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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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站着了 赶紧坐上吃吧 金波 你叫她什么 姐夫 那个 来来来 来来 赶紧来 赶紧坐着 妈 我坐这儿就坐好 那不是 妈 真的 我坐这儿就坐 来 这是我的地方 我来这 你看我 你坐坐坐吧 那个 这是我的座位 来 那个 吃饭 姐 辛苦了 这几天把我给盘了呀 怎么手都没洗呢 你俩 你俩 你给我洗手什么 我先吃饭 有没有感觉 咱们俩今天 特别有情侣的感觉 你怎么又不高兴了 行了吧 我就送你到这儿了 这就叫送啊 你答应话也要送我的啊 那我去告状 你要我送你到哪儿啊 天涯海角 你是不是有病啊 你怎么知道我有病啊 你不是医生吗 正好可以救救我呀 你有病你回家吃药 你不要再来骚扰我 和我的家里人好吗 我没骚扰你家里人 我在照顾他们 他们不用你照顾 你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金娜 你到底让我怎么做 你才能接受我 无所谓 他让我用心 我用了 可是没用 我兄弟说让我讨好你的家里人 我也坐到位了 可是也没用啊 你告诉我 我做什么你才愿意做我的女朋友 你什么都不用做 我就希望你赶紧从我面前消失 我消失了你就高兴了是吧 你是认真的 对 好 我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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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不巧啊 你也在这儿 最近还好吧 阿姨 身体怎么样 我还挺想 淡淡 你看起来 气色特别不错 有空一块吃饭啊 但是 这一趟大家花了多少钱呢 没多少 十五万 多少 十万 多少 五万 到底多少 十五万八 五万 怎么没动静呢 我怎么知道 很反常啊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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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去啊 妈 我去诊所 我再给人扎几只去 挣点钱 别 别 别 这时候您去诊所干嘛呀 就是 妈 我知道我们俩错了 确实我们俩花了太多的钱 我们错了 我们错了 到哪儿了 花太多钱了呀真是 没 没错 没错 年轻人嘛 就愿意花 是吧 愿意美 愿意吃 另外你们又那么孝顺 给我们买那么多礼物 没事 花点花点 妈 再去挣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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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多 您别去了 您别去了 我知道您这时候 心里一定有钱 是吧 有钱 有钱 您 您 您不能这样 您这时候跟平时不太一样 您有钱得发出来 发出来完了你就没事了 您 您骂我 您 您别的心脏 心脏受不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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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气 没 没气 没事 妈 您千万别这样 妈 我求求您了 真的 我错了 我去是吧 对 那要这样的话 就我倒有个主意 您说 这么着你俩把那个卡 这次 不是玩完了 还剩了那个卡吗 上标 我给你们保管的 这样不就省着你们 就乱花了吗 是吧 真的儿子 这个 这么花吧 这真是也 也受不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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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别说了 来 给您 对对 以后你花钱的时候 你再问我要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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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 还有一个 这个 就 就俩的 没了 她呢 就 这 就这个呀 都 都 都在我这儿 你们别误会啊 我可不动你们的钱 我就是帮你们保管 然后你们需要花的时候 就到我这儿来拿 一下 钱放您这儿 我们当然放心 您您坐会儿喝口水 来 不去了 来来 您帮您坐会儿 来来来 真是孝顺啊 这 这里边还 还 还剩点没有 有 还有啊 有 那方便的时候 把密码再告诉我一下 你这可发到我手机上 头儿 这是我的请柬 下个月我就要结婚了 这也太快了吧 恭喜 恭喜啊 谢谢 我这个婚姻是人生大事 你可以千万想清楚了 我当然想清楚了 拖着干什么呀 要接就赶紧切了 当然你一定来啊头儿 一定一定 那个 老公 你妈真厉害 原来这午饭都是 四菜一汤的标准 现在就剩这个了 这个怎么了 你看不起榨菜啊 我告诉你 榨菜是什么 是具备有中国特色的 每个家庭必备的 佳肴 来 吃 多吃一点 好吧 来 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 我告诉你啊 别张口闭口 你妈你妈的 这话要是被我妈听到了 那有你好受 行行行 咱妈 对啊 我妈就是头顺毛驴 你得顺着她走 你得说好话 你得哄哄她 这个事情呢 她会生好多天的气 那 那 那在所难免呢 是不是 你得哄她两天 慢慢慢慢慢慢 就没事了 方姐 别生气 你这是按摩吗 啊 一点劲都没用 为什么没用 敢用劲啊 就是因为你不知道 穴位在哪儿 李先生您可来了 这里边还在发脾气呢 你说你这什么时候 能出途啊 愁死我 你看 你小王爷啊 就这么准 那 怎么了 李妍 你怎么今天来了 好像没约吧 不是你们俩约我 过来都没有 批评你们俩就是 找救兵来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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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够懂事的 不要生气嘛 既然来了 我就得跟你叨鼓两句 坐下吧 慢慢跟你说 好 我跟你说 李妍 我这辈子啊 最后悔的事就是生孩子 就是生什么 不能生儿子 又是孩子的事啊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先喝 我慢慢跟你说 好 对不起 问你一下 那个孙文凯他们家人去哪儿了 你知道吗 他回老家探个病人 说是得十天半个月才能回来呢 那您有他那个手机什么的吗 那我可没有了 谢谢啊 谢谢 来 原来是这样啊 哎 你看你 操这个劲干吗呀 不就是一点钱而已吗 哪里是一点钱哪 十多万哪 他们是会反思的 别结啊 过两三年就好了 等他们反思 行了吧 哎呀 根本等不到那天啊 哎呦 老李来了啊 啊 来了 你来干什么呀 金波他们小两口不是回来了吗 我过来看看 过哪看呢 他又没在这儿 老李啊 啊 来一阵子了吧 对 来 来半天了 哦 看这样子 好像是经常来吧 天天来 来 老李 太热了 多喝点 这个茶特别败火 哎呀 哎呀 看你这 这没事闲得好吧 那你每次来这儿 特别开心啊 来 再喝再喝 喝 那个一会儿再做一个按摩 再走啊 不着急 哎呦 这可不能老做 你做少了是健身 做多了 伤身了 那你分谁做 我亲自做 它不一样的 那这样吧老金 好 你们慢慢聊吧 我家里还有事 先走了 慢慢聊啊 那行 那个那里呢 不松了啊 好好好 你明天再来啊 好的好的好的 明天再来 这脸变得也忒快了吧 跟老李说话的时候 这脸是圆的 一到我这儿立马就长了 干什么呀这是 你再怎么说 就算我现在不是你丈夫 我 咱咱咱 那起码是一熟人吧 我还是孩子们的爹吧 跟我这样犯的上吗你 我说你没事 总往我这儿跑干吗呀 我跟你说 你烦不烦哪 金波在这儿吗 跑这儿看什么呀 找个借口你就往这儿凑 对了 看我笑话是吧 谁看你笑话 我就是看我笑话来了 我我现在先提醒你一下啊 咱们俩虽说是吧 但是我是为了你好 这不要为了我好 我还想问你呢 你怎么教育的儿子啊 这一去就出大国 花了十多万呢 那我那扎多少针 我能把这十多万块钱 赚回来呀 十多万 那当然了 你挣多少吧你 我跟你说 你就有客 你就叫你儿子就行了 我跟你说 你以后别走来行吗 你你走来 让人以为我勾的你 其实你是送上门来的 不是 你看 谁送上门来了 走 走 你让我喝口水 再走我 你别喝喝 回家喝去 就买 买水喝 买水喝 你别上当 这怎么这样呢 我这是 你喝口水呢 我给你两脚啊 小孙 你没事吧 没事儿 没事儿就好 没事儿就好 结婚的事恭喜啊 再次恭喜 谢谢 谢谢 那个结婚这事 你跟你哥和你嫂子说了吧 我结婚我凭什么跟他们说呀 作为同事我 我还是得再劝你一句 婚姻这毕竟是终身大事 你最好跟家里人商量商量 我凭什么跟他们商量 我凭什么跟他们商量 我结婚又不是他们结婚 我告诉你老金 除非你娶我要不然 我随便嫁了算了 小孙 小孙 这钉得可不轻啊 还忙着呢 谢谢吗 所谓啊 咱们请金大夫 上家里来吃顿饭吧 我住院的时候 她挺照顾我的呀 妈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又想撮合我们两爸 您别瞎掺和了 人家金娜已经有男朋友了 她有男朋友了 行了 妈 别瞎想了 赶紧睡去吧 我去开门 我去开门 冯姐啊 是您啊 在家呢 在呢 在呢 来来来 请进请进 都挺晚的了 你来 前几天我天天来 家都没人 我还以为呀 你们上哪儿了呢 这不是这么晚 我是想来撞撞 还真给撞上了 真是不好意思 前几天呀 我住院了 所以家里也都没人 这事闹呢 你看 我也没给您 买点水果 不用不用 您客气 真是 小吴啊 那 这月的房租 妈 您先休息吧 有空来晚啊 王姐 我们外面说 好 那个 这房租还差五百块钱 是这样的 我妈的病来得太突然了 我花了不少钱 确实主转不开 您看这样行不行 我下个月一发工资 马上给您送过去 行吧 小吴啊 我也知道你们外地人 那不容易 你说你这个 带着孩子又带着妈 更不容易了 那这次呢 我就收下了 我走了啊 谢谢 谢谢 好好好 所谓啊 妈给你添麻烦了 妈您说什么呢 都是我没用 妈 妈 您放心吧 我一定会努力工作 让你们过上好日子的 妈相信你 妈知道你一定行的 睡觉去吧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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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